应该不困难 只是一行程式而已 基本上当然你要了解那个逻辑 一个方选 第一个一定是一个方选 所以插入程序方选 方选名称的话 就是你将来要这个使用者定义月考函数 那他一定是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所以月考函数会有三个成绩 所以会有三个 要三个东西 月考一逗点 月考二逗点 月考三 一二三对不对 那你一二三带过来之后的话 你想他带给你 那你要返还结果 给谁呢 给月考函数本身 所以两者 SARB跟方选的不同 你可能要知道 那以后两个 用哪一个比较恰当 我想你可以自己再去斟酌 那返还一定是 前面是返还到Sales I-Lan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返还给这个月考函数本身 所以按确定 一二三 那结果对 OK 返还就是给月考函数本身 那游标在这里 所以返还给他 OK 按确定 那不过 我讲过他不能改变格式 那因为这个格式是刚刚改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把它反来 就是把它再增加加较述点 那如果说你要改 没法改格式 可是你可以改四手路 所以如果这里你要四手路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RUN的再把它包下 做法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一 刚刚的部分一定是 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先插入一个什么 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Function 然后呢 我名称叫月考函数 所以插入程序 Function 类似像这样 然后月考函数放这边 确定 然后第二个的话 当然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到这里 然后呢 加上 这个是要自己加的三个参数 月考一二三 那当然呢 他给你资料 你就要想说 怎么返还结果 给谁呢 给月考函数本身 所以呢 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写法是 月考 1 丢在这边 好 乘上哪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就是固定的 D11 111 再来F11 然后呢 分别把它乘完之后 返还 那如果说你要四手无路 其实也跟刚刚那个Sub一样 RUN的 然后呢 把它豆点0 这个豆点0指的是 取到整数 他也可以帮你把它怎么样 算完之后 返完之前呢 先做四手无路 再丢回给月考函数 那这样当然也是整数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有关那个月考函数的部分 OK 那其实做出来应该就是 也是四手 最后结果 当然取到小数点 第0位 那实际上就整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成月考函数范围 取一个范围 前面我们讲过了 类似跟那个手机那个函数很像 你就可以用选 可是选了之后会有三个东西 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那我之前讲过是 我先把这边改成月考函数范围 然后呢 跟使用者要 就是月 等于是月考范围 他会给我一个范围 那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因为你要计算的话 是要分别计算 所以你切开来的话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这个范围的话 如果丢到一个A的话 假设这个东西丢给他 然后他一定是用什么呢 A刮弧 一列 一篮 两篮 三篮 那一定是先列 再栏 所以 一之一 代表的是这个资料 一之二 代表这个资料 这边第二个是A一之二 就这个 一之三 那你可以分别拿到这些资料之后 再去做计算返还回来 所以呢 这个月考函数范围 其实也可以拿上面来改 拖拉过来 那改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 就例如是像这样 我先这边把它 Ctrl键按住 就复制 那这边改成这个范围 月考范围 然后呢 一样这边改成就是跟使用者要的不是三个 而是一个 一个什么范围 月考范围 对哈 但是呢你这个一二三怎么办 你就是先把前面这边加个A好了 我的习惯这个A 那这个A的名称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 或者有时候叫Array 反正就一个缩写的变数名称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先把使用者给你的这个引数 先丢给月考 后面的东西丢给A 然后他接收到一定是一个阵列 一个阵列的话有三个东西 可能三个成绩嘛 那你要把这个三个成绩做 一定要一个一个先拿出来 那拿出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是A 刮弧一支一 那一次内推这个就一十二一支三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这个范复制 贴上这边改二好了 然后这边改成三 那当然成绩三个还好 如果说你成绩多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回圈 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放 就是里面再写一个回圈 让它一个一个去抓那个阵列里面的资料 不然的话你如果一百一个好了 那你不会一支一一支二一支三一支一百 那不对啊 如果有那么多资料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在里面写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就是forI等于一到一百 这样的话呢 一个一个去去去加或怎么样 反正那个可能又可以用一个回圈去处理那个阵列 但是如果资料少的话 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个写一个回圈 那你说要写一个回圈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这可能要想一下 你如果要把它改回圈 你可以改改看 这边不用那个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就返还给谁呢 返还给月考范围 这边记得要改 名称刚刚这个没有改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一个月考范围的定义 然后最后其实一样 把这个先delete掉 插入函数 月考范围范围 给一个范围 你会让一二三嘛 然后切切切切 OK 然后呢 向下填满 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前面都有讲过了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sub也可以去呼叫方圈 OK 那这些都互相可以搭配的啦 可以变化出很多的东西 好那这部分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再来就是三米斧 所谓的三米斧 像这边 假设这边有总共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销售部 一个开发部 后面有奖金 如果我要把销售部的 这边的奖金加起来 跟开发部的奖金加起来的话 那当然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要怎样 呃 就是用眼睛看 这一定是错的 尽量怎么样呢 诶 重新排序嘛 不过你用排序乱掉 就是哪一部哪一部 然后最后再加总 再不然就是说 你可以用什么 枢纽分析表 好 枢纽分析可以加 不过这有点像 杀鸡用牛刀了 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弄起来哇都 很大的资料 比较适合 你小量资料还用枢纽分析 真的是不太恰当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三米斧来做就可以 三米斧呢 当然在数学统计里面 刚刚用三波打 你往下找 有个三 一幅 一个S是多条件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部门 所以三米斧 那首先的话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你看得懂 其实你就做得出来 第一个问题 Range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是你要判断的 的那个范围 判断哪些呢 部门 所以第一个你要 不过底下这个说明有点怪怪的 要加总的范围 其实也没错啦 不过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要所要那个 判断条件的那个范围才对 不然你用加总 好像感觉是要 所以有以前看到这个 感觉应该加总是奖金 一选他好像错了 不是 记得这个是指的是部门 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那判断什么条件呢 他是销售部才加 所以这边那你可以打销售部 或者直接选取B3 然后SumRange 这个才是要加总的 才是奖金 OK 这样的话就4500 按确定 那一样的底下那个 把公式复制一下好了 把它贴到底下 改一下开发部 开发部就条件B3 改成B5好了 因为B5是开发部 打勾 这样就加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主要就可以帮我把 同一个部门的加总 后面那个奖金是 根据前面的条件 回处的时候才加 比如说销售部它加 销售部加 开发部不加 OK 类似像这样子 当然未来你可能会有 SumRange的需求 也就是不止一个部门 还有第二个 可能是地区吧 比如说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然后你可以有哪一个地区的哪一个部门 才去加 那就三米符S 它是多条件的判断 那这边的话 三米符这边是销售量如果是大于5万的才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可以一样用那个 刚刚用过的三米符 最近使用过三米符 Range的话指的是销售 因为我要判断是大于5万的销售量 所以呢 那记得大于5万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条件打在这里 大于5万 那你移开的话它把它单有文字 前后帮你自动加双以后 加哪个范围 如果它有大于5万的才把销售人员加起来 那有几个按确定26个 那这个是有关三米符的练习 当然后面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在我的云端上面 也有放几题那个练习题 你们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个练习题 那另外还有那个综合练习题 这边有这个综合练习题 可能要额外开启范例党 范例党的位置 记得是在数学函数里面的教师研习统字表 打开来之后 那基本上这个逻辑主要是 许词一是这些老师 所以这个学校好了 或者这个系有20个老师 然后呢许词二的话里面就是 这个是什么 ECEL的入门教学研习班 如果有参加 那它的研习时数几个小时 另外呢把许词二复制一个 Ctrl加按住拖拉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许词三 那这个是指的是 刚刚是入门对不对 请你把它改进阶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把它删掉 把编号重新再变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 一直到本来14个 变成12个 OK 然后时数的话呢 第二次 每个人一律都两个小时 所以你就是直接下拉 这样子的话就是有 其实应该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入门这个进阶 我想主要大概知道一下 入门进阶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老师 他在入门进阶 其实未来可能会有 还有更多啦 可能很多很多次 那如果我希望知道 这个老师到底有没有参加 那参加的时数是几个小时的话 诶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应该用哪一种方式 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哇 这里的话 其实如果用V图函数的话 应该也是 可以的 比如这个地方 查是查这一个 里面把这一栏带 带回来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有讲SAMIF 所以其实主要用SAMIF SAMIF也可以 因为他查 那查的条件 就是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有 那就把后面的时数给加起来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统计表 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 他有两次 那我需要 这个做一个 这个总表 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老师有没有参加 那以往的方式 自然比较笨的 比较不是那么聪明的方法 就是用看的 王庆路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那就零个小时 不过这样子应该 事情当然 不过不要笑 我还看 真的有看过有人这样在做事情 你 以色列呢 因为他想不到好方法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函数 他就只能土把练钢了 但如果是这样在做事情 事情永远做不完 所以你可以 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 三米符 三米符呢 他有 Range Range 指的你要判断那个范围在 你要判断的范围 第二个是你的条件 条件一定是王庆路 加总一定是加那个时数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Range的话 一定是在 这一个 序子二 里面的这个里面 帮我找 这个要找的啦 实际上你要找的那个 资料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切到 Kriter 现在在序子二 所以你点下去 他会切回到 序子一 因为你现在 逐种的在这里 所以他要回来 然后条件就王庆路 要加总的话 也是序子二 里面的这个时数 那因为 这个跟上面是 对应的 如果这个 人有 他就帮你把后面的加起来 那因为等一下 那如果要切回来的话 再点中间一下 他要切回来 那待会会向下填满 所以呢基本上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给 按F4 然后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锁3跟16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那个范围也要固定住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只要有参加老师 通通都会出现 他的时数 但是如果有去的3的话 你这个时候呢 还要再 做一件事 其实比较 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 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加上什么 贴上 把这边改成什么 去的3 那因为少两个人 14 后面的 这个是后面的 这个序值3 也是少两个人 所以把这个16改成 14 OK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有就加起来 没有 那就是零 OK那所以我们把它打勾 基本上全部都做完了 全部都加好了 好 那这个方法当然因为他跨了工作表 所以未来 当然这个也不能太多个 不过 至少你 是可以一直加啦 那至少这个方式 一定还是比那个 你用普法链钢的方法来比对的话 稍微会快一些 快很多 OK 那另外 这个比对 其实也可以用那个 V乌函数也可以 好因为 这个是lookup value 查什么王庆路 有没有在 这一个范围 不过这别说 lookup的 那个table array的话 记得你不能连编号都进来 因为如果连编号都进来的话 那他会 查 因为V乌函数只会查 1啦 他不会查 其他的 所以 你选的时候就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后面 的资料 带回来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如果里面没有的话 那不就产生错误了 OK 那当然V乌可以 可是问题你最后还要在 下 ifl 如果里面没有的话 因为他回来会错嘛 那你要ifl 去过滤掉那个错误 过滤成什么 过滤成零 所以 比起来的话 用V乌函数 会 太复杂了 OK 所以还是建议的吧 用刚刚用sumif 会比较相对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 如果你要把它改写成VBA的话 因为他跨了工作表 那程式会非常复杂 所以 如果像这种 你要把它变VBA的话 你可以把 把这一个 没有 干净用输出公式的 刚刚不是有一个 按下他 把这公式丢丢丢丢 丢到这个范围里面 你也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 跨工作表 可能在 这个要还要需要用到那个 蓄持物件 而且 那个程式复杂度会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 把这边改VBA 就丢公式进去就可以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